作品上传分享 当我们的Squatch作品完成之后 你想要和别人一起分享 他提供了一个相当方便的方式 让你上传,只要选档案 选择Share to Website的这一个 那你就可以输入你的 Project Name就是专案的名称 你的Squatch的名称还有密码 你说我哪里有Squatch名称还有密码呢 专案名称你可以自己去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 进入到Squatch的官网 去申请一组账号密码 好到这里你就可以选择我要加入Squatch 你要 不要用你的真实姓名 他这边告诉你 你可以是用一个假的 他有三个步骤你可以选一个密码 比方说我选择我自己的一个 帐号 我设定我自己一个密码 做完之后就可以上传 因为我已经申请过了 就不再做申请 当你申请完这样的作品 你有一个账号有一个密码 好就可以 选择 你就有办法登入 Squatch 你就会像我这样可以登登入一个Squatch 这样我就有一个账号 那我也就可以利用这一组账号 哪一组 刚才我的帐号是这一个 不对 这是专栏名称 比方说我这是测试好 我的名字 叫做esta 密码 按下OK他就上传了 因为我这里 这个 档案是空的 所以我就不做上传动作 和别人分享 基本上不是件难事 那我们要做的动作也都只有这样 那你在Squatch 上面看到的作品都是经由这样子的方式分享上去的 分享上去的 那你有这一组账号密码 也可以把别人的作品下载下来看看 方便你做讨论 还有这个这一组账号在往后 我们有问题 要去发问的时候 也是需要